這段時間 香港第五波疫情爆發 如何保障公港物資的暢通 亦都成為抗疫其中一個關鍵點 目前各大港口已經加大公港船舶的班次 廣州海士人堅守崗位 貢獻自己一份力量 在南沙港2號碼頭上 三台大型集裝商吊機24小時運作 為進港的百噸級博船快速裝貨 這些船舶主要運送一些口罩 還有一些病毒的抗原檢測試劑 還有一些像水果這些生活用品都有 海上快線之所以能夠暢通無阻 背後不少得廣州海士人的付出 我們通過跟代理聯繫 收到他這個申請以後 會立馬安排人對他開展一個查驗 就查驗一下他的船舶的證書 有不有效然後船員是否適任 然後一切貨物的窄況符合試展 然後如果都沒問題的話 我們就馬上給他安排 辦理這個出口案查驗或者是進款查驗 受到香港疫情影響 水運成為陸路跨境運輸的重要補充 為了特建海上快線 廣州海事局南沙海事處優化服務手段 專門為南沙港至香港船舶 提供度身訂造的遠程體檢方式 海事人員不需要上船 就可以完成船舶和船員的全流程檢查 在船舶進港之前就會有海巡船 還有無人機對他的載送線進行檢查 就是排除了他會有超載這種情況 如果萬一有的話 我們就會對他進行調查處罰 自2月1日以來 南沙港碼頭共處理出港船舶 三百多艘 三千多個標箱 萬一港區出現寒潮 大霧 大風等的惡劣天氣 廣州海事局還會啟動應急協調機制 利用南沙海事處的監管平台 對船舶進行預警 這一天 港區出現了大風的天氣 為了保障出港船舶能夠快速出港 成寶江和同事登上海巡船 對這些船舶進行優先護航 容景883是裝載了旧防疫的物資 現在要開往香港 因為現在有一些風浪 還有附近有一些船 通航密度比較大 然後我們對它進行護航 保證它能盡快地到達香港 近年來 廣州海事部門 著力強化智慧監管建設 利用大數據和先進監管手段 保障船舶安全航行 為廣州建設國際航運樞紐 打造高水準對外開放門戶樞紐 貢獻廣州海事人的一分力 分析